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大熊猫平时吃什么吗 竹子啊 竹子 竹子 竹子吧 那你觉得熊猫除了吃竹子以外 它还会吃什么 猫 我吃鸡肉吧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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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喜欢鸡肉 鸡肉 面包 土豆 我觉得它吃橘子 我刚才能说闪事 吃橘子 不知道 没错 看来大家都知道 大熊猫吃竹子 那么圆滚滚胖乎乎的大熊猫 它的主要食物来源99%都是竹子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竹类植物大约有70多鼠 1200多种 而在咱们中国有37鼠500多种竹子 这个时候就有人问 是不是大熊猫可以吃所有的竹子 其实并不是 目前已知大熊猫可以吃的呢 有60多种 其中20多种是它们最最喜欢的 是的呀 对于大熊猫来说 吃竹子也是极其讲究的 随着季节的变换 大熊猫在采食竹子的种类 以及部位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就比如说在春季和夏季 它们会更加喜欢吃竹笋 秋季喜欢以当年新生的竹子的枝叶为食 而冬季则主要以竹竿为食 刚刚我们说到大熊猫99%的主要食物来源是竹子 那么剩下的1%是什么呢 其实大熊猫除了吃竹子之外 还会吃一些其他的食物 就比如说在圈养的情况下 饲养员就会通过添加或者是补充一些 金饲料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 来满足圈养大熊猫的基本营养需求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窝窝头了 这个窝窝头跟我们大家平时吃的有一些不太一样 大熊猫的窝窝头是由大米大豆燕麦维生素 微量元素混合而成 然后再制作成中国传统的月饼样式 放入蒸香蒸熟制作而成 大熊猫的营养师也会根据每只大熊猫的不同需要 来制作窝窝头的供应量 而大熊猫美食里面还有一种呼声特别高的美食 那就是盆盆奶 盆盆奶主要是针对于一岁半以内的大熊猫幼崽 饲养员将奶和微量元素混合在一起进行一个调制 然后再根据大熊猫宝宝的身体状况 以及体重来进行一个配置 这也是他们大熊猫们最喜欢的零食之一了 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吃到苹果和南瓜当作他们的小零食 满足他们的营养均衡 所以大熊猫的特殊食谱你都了解了吗 再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